總統大選在星期六舉行 馬英九和蔡英文的支持率一直都差不多 有時事評論員指 馬英九早年的施政失誤 會令他失去一部分的選票 633是08年馬英九參選總統所提出的競選口號 內容包括承諾台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6% 失業率降至3%以下 從2016年平均國民所得達到3萬美元 學者說如果由蔡英文爭取到馬英九的失票 就是錄影勝利的關鍵 他又說宋彩元的參選會分薄馬英九的票員 也都會成為馬英九選舉失利的關鍵 廣播新聞網記者丁家瑩報導